好了,那么说了这么多之后,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课文 那么今天课文叫做Vocanus,火山 那么到底讲了什么故事呢? 跟初诗来一起将这个文章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下 Vocanus 好了,上来大家发现了吧 如果你在考试当中也遇到类似这样一个文章,那怎么办呢? 你比如第一词,Rherry,Tresi,ThePolyscientist 完了,对单词不认识,那可怎么办呢? 我不说了吗?像这样的单词的话,你去猜一下 ThePolyscientist 好了,它的意思一定是在表达一个科学家 那么所以跟这么个分析的话,我们就会得出结论就是什么呀 那么前面这个什么,Hla,Bla,Bla,T,Bla,Bla 应该表示人的名字,没错 所以这个Hiran Tesijev,它是一个芬兰人的名字 所以他后面就解释了,够号 所以这就是我说的 如果你在考试当中 也遇到类似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不要纠结 直接跳过去 就说什么呀 HT The Polyscientist 啊 HT呢 他是个科学家 那么所以我们今天教大家 这个 哎呀 心怀里面太多这种情况了吧 就是一个人名 逗号 然后后面解答 这叫什么语来张 同 我讲了很多遍啦 同位与从句吧 所以你发现又是一个同位与从句 所以你发现其实同位与 在英文表达当中出现频率有多么的高 我觉得应该我们大家都会使用吧 我讲的太多遍了吧 说那个Taziev呢 他是一个波兰的科学家 The Polyscientist 怎么了呢 Has spent his lifetime studying active volcanoes and deep caves in all parts of the world 所以说前面这个里边这个 HT呢 他就是我们这句话的主语吧 啊 这个人 他是科学家 怎么了呢 所以 他们都是同样的 他们都是这句话的主语吧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为就是 He就可以了 He 后面什么样 Has spent 说他呢 花了他lifetime 那么这里面就是 spent 加上一个时间 然后这里面是个doing 这是我们第一个小句型 我们来计较 我写在这边吧 呃 我们在用spent这个词的时候 可以这么来表达就是 spent 加上time 时间 然后后面是doing something 就表示 花费时间来做某事 那所以这个句型我觉得非常简单 大家只要记得一点就是spent后面要加上doing来表达 做了什么什么事情 然后花了多长时间 那么所以说就是 刚刚那个Tazief 那个波文的科学家呢 他呢 花了lifetime 什么意思啊 lifetime是一辈子 就是比较生命 对吧 所以说他花了他 我们有个比较高端 算是毕生的经历 说呢 他毕生经历 干嘛 这个study都研究这个什么呢 第一个是active volcanoes 第二个是deep caves 说他呢 花了他的毕生经历 在研究两个东西 第一个叫做volcanoes 而且是active volcano 第二就是deep caves 就是深洞吧 洞穴 很深的洞穴 所以说这个科学家啊 就相当类似于一些那些地质科学家吧 他是经常研究这些火火山 或者是一些山洞的 那么在哪研究呢 他是到处跑 就是in or parts of the world 所以第二个我希望大家长的一小距离 就是刚刚我们讲写的在研究上 spend time doing something 那么第二的话 就希望大家就有两个小段语 一个就是active volcanoes 一个是deep caves 还有第三个段语 就是in all parts of the world 就是在全世界 所以说第一句话交代清楚我们这个波兰科学家 他的一个壮举就是他非常出名 因为他是在全世界领域研究火火山和洞穴的一个科学家 很厉害 所以后面应该会介绍他一些事迹 因1948 he went to Lake Kivu in Congo to observe a new volcano 所以说介绍他一个专门的一个事就是1948年发生的故事 他去了这个刚果的一个鸡舞湖 我们刚讲的 所以这都不重要 去哪不重要 然后干嘛去了 to这个词叫 to observe 如果我们在说话当中想要表达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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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什么呢 是为了做什么事 所以这个to都不定事也非常重要 所以说他去那里的目的是干嘛呢 就是to observe 去为了那个调查或者是也是观察的意思 observe 去观察一个新的火山 大家发现我这里特意用了一个红色字来标出了 那么请问 okano什么词来着 okano是名词吧 我们来递一下 这句话是一个完整的句子 我这儿拆成了两部分 所以说to observe a new volcano which he later named Keturo 那么请问 刚刚前面这个volcano和后面这个which的关系 让你想起了什么 在一个名词后面跟了这样一个小句子 那么这个小句子是来修饰前面这个 a new volcano的 那么所以这里面 一个名词后面跟了个小句子来被修饰了 那么这是我们前面讲的非常著名的 定语从句 所以这个小句子就是定语从句 由谁引导的呀 蓝色字由which来引导这样一个境语从句 所以我明白了 他去研究和去观察一个新的这个火山 后来他把它命名为叫什么呀 Keturo 我们说如果你是第一个发现什么的人 你就有资格给他起名字吧 你比如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吧 或什么之类 或者比如说那个天文学家发现了一个小星星 那么他也可以以他的名字来命名 包括我们那个哈勃望远镜吧 对吧 他是由哈勃先生发明 所以这个望远镜被称为哈勃望远镜吧 好 所以说这个小定语从句 我们教大家 Tazief was able to set up his camp very close to the volcano while it was erupting violently 那么这个小句子也是比较长小句子 但是我们仔细看的话 这个小句子是由一个小词给引导的 叫他while while这个词的意思表示 down意思 我们这个前面有讲到过 所以说我们在英文句里面 会经常遇到像while引导的讲句子 他就表示当什么什么时候的意思 当什么时候呢 我们一般都会先翻译while引导这个小从句 然后再翻译主句 这么来说 那么当it was erupting violent 你看这个火山喷得多么的可怕 所以说当这个火山正在喷发的非常非常 我们前面给铺垫过了 violently 什么意思啊 当这个火山喷发的非常猛烈的时候呢 他去把他的这个camp 什么样 引力 我们经常看说 反正我妈也从老师说老外可胆大了 确实这样子啊 就是不是胆大 就是人家这种精神非常刻 为了科学现身的五味精神 真的非常赞扬啊 说当他在这个火山喷发最猛烈的时候呢 他把他的帐篷搭在了这个火山非常非常近的地方 close to 看到了吗 所以这里面出了一个be able to 这是我们今天会再次复习的琴派动词里面会讲到的 be able to就表示能够的意思 说当这个火山正在猛烈喷发的时候呢 他依旧还是把他的帐篷搭在了火山非常近的地方 所以这个事情是很难办到 所以用了一个be able to 就一般是拿不到的 但非要搭在这个附近了 我们说像一般火山 如果这是个火火山的话 它如果喷发的话 我们一般都会通知附近的居民赶紧远离吧 但是科学家他一般不会走 为啥呀 他越是发现这个火山喷发 他居越想去研究吧 他研究其实也是为了造福人类 但有可能也把自己给牺牲了吧 好 所以这里面讲了一个小词 就是be able to do 叫是有能力做什么事 他一般都是费了很大劲才完成的 be able to 还有这么讲是搭帐篷 set up the camp set up搭建地 还有close to 接近 以及well这个小词的引导 当什么什么这样一个时间状怨小重剧 当这个火山正在喷发非常猛烈的时候呢 passive呢 把他的帐篷搭在了火山非常近的地方 干嘛是呢 though he managed to take a number of brilliant photographs 虽然呢 他拍了好多好多非常漂亮的这个图片吧 你说如果没有他的话 咱们都不知道火山喷发的样什么样 可多亏了他 因为他离得很近 所以他拍了很多很多非常精彩的照片 你会发现这里有那个manage to do 我们前面刚讲了吧 这事表是什么呀 他想方设法的成功了吧 我们说一般人都不敢在火山喷发时候接近吧 你别说接近了 我跑还跑不及呢 可是人家居然跑到了这个很近的地方 拍了非常多精美绝论的照片 所以拍了a number of deaths出现了 我们前面有讲过 就是许多的意思 虽然他想方设法呢 拍到了许多非常漂亮的照片 但是 he could not stay near the volcano for very long 那他也不傻呀 你不能说为了拍照片 最后你拍下最后 你死了照片谁看呀 所以说他也不能在这个地方 stay very long 不能待太久了 couldn't stay here for very long 所以呢 他发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情况就是 he noticed 他注意到什么呢 a river of liquid rock 我们把这个叫做岩浆 多可怕呀 好 岩浆就是说那种火山噴发那种 那种到哪儿哪儿都必死无疑呀 对吧 滚烫 滚烫 那岩浆滚下来 对吧 那多吓人呀 对吧 所到之处 那就是满目疮痍 特别可怕 所以说他发现了 有一股岩浆 was coming towards him 看 很快的速度 对吧 用了一个词 come towards 我们在前面又讲那个 water of polar 还记得吗 是水球 football of polar 还记得吗 那里面曾经讲到这个toward这个词 它是一个表达方位的这样一个小词 toward就表示朝着 向第一次 coming towards him 就表示 他注意到有一股岩浆 正朝着他走了过来 或正朝着他什么呀 滚滚而来 coming towards him it threatened to surround him completely 并且呢 这个岩浆 貌似已经将他给重重包围了 他翻这词很可怕 surround 而且是完全 completely but toward many to escape 所以这里再次叫了many to 我们说 只要推荐了many to 就表示他什么呀 设法做某事 成功了 所以说 尽管呢 这个岩浆已经滚滚而来 并且好像已经 威胁到他的生命危险 因为把他几乎对你快包围掉了 他最终还是 设法的成功的脱逃了 escape 而且什么脱逃 in time 那我们讲讲in time这个词 在目前中考当中 in time会说的是in time 和on time并法 那么in time是表示 及时例 on time表示暗时例 这两个词会经常在考题当中 来迷惑各位考生 所以大家注意了 不管你是小语中 还是中考 还是高考的话 其实像这两词 应该是非常非常门听 来区分两词的意思 in就表示很及时的意思 那么on表是 讲好在那点上 准时的意思 所以一个in time 一个是on time 所以他及时的成功脱逃了 he waited until the volcano became acquired and he was able to return two days later 所以这个人还是很胆大 他等啊等 等到 所以这个是antutics 也变成 直到什么呢 直到这火山又恢复了quiet 我们说这个火山 你再喷 你不能一直喷嘛 所以他喷差不多之后 他就开始修复了 就开始回去了 所以当他等这个火山 已经开始quiet 已经静下来的时候呢 或者已经恢复平静之后呢 他又去了 be able to又来了 他又成功的返回来 两天之后吧 所以这火山喷了两天 然后他又回来了 回来干嘛呢 我们看下面解释了 this time he managed to climb into the mouth of the world 这次他更胆大了 他又是manage manage表示已经成功了吧 climb into就表示什么呀 爬进去了吧 你看 进来了 所以说他这次胆真大哈 你想人家火山可能刚刚喷完 这里面还热乎了呢 他直接就拿一个绳 就进到这个火山口里面去了 因为他知道 可能近期不会再往外喷了 但是还是很 挺吓人的 万一要是再喷点怎么办 对吧 他呢 这次this time 他成功的爬进了这个火山口里面去 这样的话 he could take photographs and measure temperatures 这样的话 他就能拍到里边的照片 并且还能干嘛呢 measure temperatures 还能这个测量这个温度 measure这个 所以他这回的目的干嘛 就是来量一下温度 他所以说 他通过这一系列非常危险的 这样的一些动作 和危险的事迹 就是来研究这个火山 去做一些人们正常人 不敢做的事情 所以他的才能够获得一些 我们常人所得不到的一些资料了 比如说这个火山口的温度 到底有多高 是几十度 还是几百度 还是几千度 那么只有他知道 所以他最后把这个都资料 总结出来 给我们后人去研用 所以这是非常伟大的一个科学家吧 人家是冒着生命危险进去的吧 好吧 Tassie has often risked his life in this way 所以说他经常会以这种方式 in this way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小端语 以这种方式 一般放在句位 那么他经常以这种方式来 risk his life 那我们这个小端语记住是 risk once 来表示 冒生命危险的意思 他经常会以这种方式 冒着他自己的生命危险来研究吧 所以这个是 我觉得还是蛮可怕的 但是也很敬畏 he has been able to tell us more about active volcanoes than any man alive 所以说和我们做了个比较 我们说then这次出现的话 一定是前后两者 经营比较就是 他和什么呢 any man alive 就是比任何一个活着的人 所以说他比任何一个活着的人 都有能力告诉我们更多的 关于这个火火山的故事 那可不是啊 他冒着生命危险做这个事情 所以再次出现了 be able to do 所以我们这个文章中 大量出现了be able to 那当然我们的语法当中 也会重点给我们复习 这一块的语法内容 就是be able to do的用法 我们大家会复习到 所以这是我们文章的最后的部分 就说他最终呢 有能力为我们后人 来讲述更多的 关于火火山的事情 所以他比在世的任何一个人 都非常非常的能力强大很多 好了 那这是我们今天的这条文章 volcanoes 就这么做 好 大家来自己消化一下 这条文章中 再次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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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